大家好,我是Ari 今次走到這間店鋪 雜房Supre Carre,東京Dominica 標榜雜房湯咖喱 而這間店鋪的名字也是有趣的 叫做東京多明尼加 而這間店鋪應該是被一些動漫取材過的 所以這間店鋪可能就是聖地巡礼點之一 而這間店鋪是位於地下1樓 所以就需要走樓梯下去 到門口這一邊就有餐牌了 那就進去店鋪裡面 這間東京多明尼加 在塔比諾古的分數就是3.69 而這間店鋪就是入選了2023年 塔比諾古的咖喱部門8名店 就是第一次入選 而最接近這間店鋪的車站就是新宿三丁木 不過在JR新宿站走去也不是很遠 最初一坐下就會看到這一款餐牌 期間限定的凡辣杯湯咖喱 之後餐牌的第一版就是這些鴨咖喱 但全部都是數量限定的 如果是晚上來的 所以是一款都吃不到 所以就看第二版的正常名料算了 會有9款咖喱的選擇 雖然就是9款 不過只是9款不同的配料 特別一點就會有第一款 國煮湯咖喱 第二款雞湯咖喱 就可以選擇有骨或者沒有骨 然後右邊第一款 青糖燒賣湯咖喱 我就不知是什麼燒賣 不過是數量限定的款式 之後右邊第二款 漢堡爬湯咖喱 然後右邊第三款 芝士漢堡爬湯咖喱 我認為特別一點就是這五款 而我這次選擇了第一款的國煮湯咖喱 而這一版選擇款式就是Step 1 之後就去第二版Step 2 Step 2就是選擇咖喱的款式 可以選擇黃、黑、赤、白和龍王 黃的就是他們的Original款式 而黑就是Original加豬骨 赤就是Original加番茄和蒜 而白就是Original加豆乳 最後龍王就是Original 再加多些咖喱的香料和椰奶 由於我這次是第一次來的 所以就選Original有一款黃 之後Step 3就是選擇辣度 可以選擇1-10 我就是選擇了不用加錢之中最辣的五 之後Step 4就是可以選擇額外的配料 我就是加了200日圓的煮蛋 和460日圓的母骨雞 原本我是想加上這個燒賣 但是就沒有貨 如果想喝東西的話 就可以在最後這一盒選擇 而我這次坐的就是這一類二人座 我認為桌子就不算很大 空間感可以說是剛剛好 而桌子上面就有這一盒餐具 會有筋、叉、筷子和濕紙 我點的湯咖喱送到了 先看看什麼料 這一盒湯咖喱裡面除了有Original配料之外 它就說還有8款野菜 和半隻煮蛋 所以賣相是挺豐富的 而且色彩都會繆紛一點 而份量感覺上也挺足夠 然後左邊這一碟是它配的飯 而飯量我是點的大勝 還有加200日圓的煮蛋就是在這一碟 接著把這一款湯咖喱來看看 那這一款就真的是湯咖喱 因為真的跟湯一樣稀 而顏色就是正常咖喱的顏色 黃黃的、飛飛的 而湯咖喱的油份就會比較明顯地看到 不過這一款也不是很多 而這款咖喱湯裡面還有黑色的一點點 不過就不知道是什麼 接著我就試喝這款湯咖喱 首先就是這個5號的辣度 我認為只是屬於小辣 這個辣度不會讓我有什麼喝水 所以是可以連續這樣喝的 不過就需要小心一點喝 因為會搶喉的 而這間店就聲稱這款咖喱是用了幾十款香料 之後再加上和風湯做出來 而喝下去的味道也是相當不錯的 香料味道是很夠的 但它就不會很搶,不會吞 撇除辣的味道 我認為這款湯咖喱的味道是很溫和的 而且整個感覺很輕盈 我是喝得很舒服的 而且吞了一口咖喱之後 香料味也會殘留在口裡 所以我認為這款湯咖喱真的很好味 接著我就試試這個黃色的飯 感覺上是沒有什麼味道 我覺得是普通飯 所以還是點咖喱再吃 點完咖喱之後整個味道就會變得正常 因為那個咖喱味真的夠 所以這款湯咖喱跟飯是可以配合的 效果是理想的 先試一下這個瘦肉比較多的角煮 嗯,味道是很夠的 肉味是很夠的 而且應該真的用醬油腦來煮 所以這款角煮的味道是很夠的 不會被咖喱的味道蓋過 但問題就是這款手肉偏向乾 有點韌 不過旁邊這款肥瘦均勻的角煮 就好吃很多 雖然表面沒有什麼烤過的痕跡 而吃下去也不會有烤過的香味 但是炆煮的味道很夠 而且這款是鬆軟很多 一咬就散了 而且脂肪雖然沒有烤過 但是吃下去也不會太膩 所以角煮的部分我認為也挺好吃的 不錯 然後看看這些無骨雞 應該是給雞腿我估計 可以看到這款雞不是完整一塊 應該是拆完骨後散了 然後我就試一下這款雞 吃下去的雞味也是夠的 不過很韌 感覺上也挺乾的 塞了牙齒 所以這款我就不算很建議去點 然後就逐款野菜試一下 首先就是這款蘿蔔 口切的也挺大 吃下去很棒 因為蘿蔔本身就是吸收了味 這款蘿蔔就是跟各主一起炆煮 然後再加上這款湯咖喱 所以它會吸收了兩種味道 但本身蘿蔔味也保留在這裡 所以吃下去味道上的層次挺豐富 再加上這些蘿蔔沒有渣 夠軟 所以蘿蔔是好吃 之後就是這塊南瓜 吃下去的口味又不是爽 但又不是軟 偏向一點粉 我一般的口感 而味道方面 我認為南瓜味不夠 也不夠甜 所以南瓜就一般 我認為 接著就是這條茄子 這條茄子很夠軟 不過我認為茄子味不算很香 所以這條茄子也是正常的 普普通通 之後就是這條紅蘿蔔 吃下去的感覺就是比我想像中好一點 因為草青味不濃 而口感上就是偏向爽一點 不軟 不過這條紅蘿蔔也是正常的 比較普通一點 之後就是這條牛磅 牛磅就是偏向大條一點 一口吃不完 吃下去的口感OK 偏向爽一點 而味道方面是相當不錯的 牛磅味很夠香 也不會有什麼結味 所以我認為這條牛磅是好吃的 之後就是這條蓮皮的薯仔 口感上是偏軟一點 但味道至於很軟 只可以說是容易咬 而我認為薯仔味道是不夠香的 所以薯仔也是普通的 我認為 之後就是粟米仔 口感爽脆的 不過食材本來的味道就不算很強 之後就是這條類似豆角的東西 不過我就不肯定是什麼 咬下去的口感是完全不爽的 反而是挺軟的 而豆味是比較出的 所以我是一般的 之後就是這半隻全熟蛋 吃下去的感覺就是 嗯 沾了咖喱味的水煮蛋 所以是非常之普通 之後就是這隻要加200日圓才有的 煮蛋 這隻就很驚喜了 真是一隻老過的煮蛋 它老的味道雖然不算很強 但也可以感受到 而蛋黃的味道是非常之香 再加上質感是相當不錯 所以我認為這隻要付錢才有的煮蛋 才是配料之中的MVP 之後才會數到它的牛磅 蘿蔔和各主 這間東京Dominica 我認為它最出色的都是湯咖喱的部分 配料方面就不要太大期望了 特別是那8款煮菜的部分 真是比較普通一點 不過這款湯咖喱真的相當不錯 香料味是很突出 和很特別 坊間的咖喱是比較少吃這種香料味 所以我認為也可以來試試這間 今次的介紹是這麼多 喜歡這條影片就麻煩幫幫手 Like、Comment、Share 再訂閱這個頻道 兼按鈴鐺就最好了 也歡迎大家用Super Chat 或者PayMe去贊助我這個頻道營運的經費 多謝收看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